所以说在日本很多地区 还有造成一些灾损 甚至有人受伤 那29号当天 那甚至因为台风的影响 我们知道台风它 整个天气对天气的影响 除了风力 另外最主要的还有强的降水 那强的降水它就会造成一些 能厌度的一个不佳 就是你能看到的一个势力所及的范围 就会被降雨所影响 所以当天大概有400多架次的 日本的国内航班做取消 那还有一点4万户的 这个住户停电的现象 那这个就是 云雀台风当天所造成的 这个影响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主要就是我们讲逆时针的一个风场 我们之前讲到台湾台风的一个 风场的运动跟高压不一样 台风基本上它属于一个低压系统 那高压是顺时针 高压的移动方向它是顺时针 那可是低压 低压的移动方向它就是逆时针的旋转 逆时针的旋转 那这样子的旋转 会造成什么呢 它逆时针的风场 我们刚才可以看到 我们用这张图来 给各位做一个解释 它基本上 这是日本地区它是一个东北向西南的一个地形的走势 那当这个台风 它如果是照以往 以往的路径是由西南往东北再走 那这时候它的风场 风场会是顺风 我们讲比较偏向顺风 也就是说 它的行进方向 因为台风是逆时针 逆时针的旋转 那所以说它往上走的时候 它都是属于一个顺风的一个情况 那可是如果说 今天它是反方向来走的时候 台风 反方向来走 它是往这边走 那整个沿路上 它都是属于一个逆风的一个情况 它是一个逆时针的一个风场 那遇到地形的一个阻牢的时候 它跟风场的一个交互作用 就会像是产生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性 形态